謝謝趙偉 感謝你 我們請這個 劉主委 主委 我在看到你這個報表裡面 今年的我們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跟出國貿易的成長 跟失業率裡面 有一點你必須要解釋清楚 今年的經濟成長裡面 達到百分之二十幾 投資是 經濟成長十幾 十二點五三 第二季成長十二點五三 那去年呢 去年 第二季去年負的 負多少 負一點九一 負一點九一的時候我們的 我們的就業我們的失業 失業 也是在五點二 去年有達到六點 六點多 六點多 我這邊看到的資料裡面 今年的八月分的是五點二 然後因為我們經濟成長 從負一點多到今年的 這個增加 這個正的十二點五三 照理來講我們的失業率應該會降低才對 那結果我們失業率並沒有降低 這個是緩長的地方在哪一個地方 是不是請你能夠告訴我 這個因素在哪一個地方 為什麼說我們經濟成長 從負一點幾到現在成長十二點五三 照理來講相差到14% 14% 那照理來講我們的失業率應該會 會 這個就業機會會增加才對 結果我們就業機會並沒有增加 這個因素發生在哪一個地方 我想有幾個因素 不過最主要其中有一個因素 是因為我們在這個有這個無薪價 那無薪價的時候是不列入失業計算 那無薪價因為有二十幾萬人 如果那個時候列入的話 我們失業率其實不是六點多 我們會達到八點多 那這個二十幾萬人現在已經 那就更嚴重了 對就會更嚴重 所以現在這二十幾萬人 已經都回去他們原來的工作了 所以我們其實真正講起來 是從八點多降到五點多 那這是第一個蠻重要的原因 不過即使五點多我們也不滿意啦 就是覺得說經濟成長究竟這個 數據那麼高 所以應該要比五點一七當然還要低 所以這個部分 我認為是跟我們的經濟成長結構很有關係 我們在這個地方看到一個現象 就是經濟的這個 我們這個失業率的這個 沒有這個降低 失業率一直沒有辦法降低下來 它只要是因為還有一個短期就業 存在那個地方 存在那個地方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降低 那就表示我們的失業率還更高 如果沒有這些短期就業 短期就業是一個錯誤的政策 我在這個地方我個人看法是錯誤的政策 因為 你變成一些人 靠著這個短期就業在生活 他不願意上工廠去工作了 所以短期就業這個政策裡面 如果再把他拿掉短期就業的話 那可能將來整個這個失業率還是會提升 所以在這個短期就業 他的這個輔助幫助要退場之前 我想我們的那個就業 其他就業自然的就業機會 一定要趕快跟上 不然我想像吳委員剛剛講的 這個很嚴重 那失業 對這個短期措施一測掉 在整個這個經濟成長 以經濟成長來講 跟這個失業率的這個比例 事實上 不成比例 而且是非常非常的緩長 你知道 非常緩長 所以這一點一定要特別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真的是緩長 因為不應該有這種情形發生 這種發生這種情形 那台灣的這個風險 真的這太高了 台灣的風險太高 經濟風險太高 那這個風險 講到這個風險高的時候 我還要特別請教一下 你剛剛提到這個全球造商 你認為說這些全球造商 裡面從日本 香港 新加坡 美國這部分來造商 你認為對台灣 真的能夠造商到嗎 真的能夠造商到嗎 我們是蠻樂觀的 目前因為我們那個 北中南東的那個五場 所謂三千億是他們來表示 他們要投資的 那請你就樂觀這兩個字的 樂觀的理由再來 因素在哪裡 請你告訴我一下 因為很多國家的企業界 他們覺得說過去 其實他們一直覺得 台灣有很多的優勢 可是這些優勢 都沒有辦法發揮 他們認為光是沒有直行 就沒辦法發揮 我打差你 是 優勢沒有辦法發揮 為什麼人家會認為說 我們台灣的優勢 沒有辦法發揮 他們認為最主要是 因為沒有直行的話 因為台灣的其中一個優勢 是我們又懂西方 又懂中國 現在直行啦 對所以 為什麼還沒有優勢 因為直行是兩年前開放 然後就剛好這個運氣 就碰到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說全世界都沒在投資 大家都萎縮 那前一陣子又 即使開放 讓他入資來台 也是因為我們 全球都還在擔心說 會不會有二次衰退 所以終於到現在這個時間點 大家就覺得說 可以開始投資了 所以我覺得時間不錯 今天從你的談話當中 我們發現到一個嚴重的問題 嚴肅的問題 也就是說 你說從日本 新加坡 香港 包括美國要造商進來 從你剛剛談話當中 事實上這些地區要造商到台灣來投資 現在還是有困難 他們還在觀察 他們還在觀察這個階段 對不對 還沒去 還沒去 還在觀察 還在觀察的階段裡面 你們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台灣都有可能從西部投資 從西部投資 從西部投資 對大陸的投資裡面 因為環境的變化 經濟環境的變化 這個人力 勞力的這個變化 他們都往西 從西 要往南走 對不對 從西要往南走 那從西要往南走的時候 我們自己都會想說 我們要從西往南走 難道他們不會說 要往南走嗎 難道他們不會想嗎 這個企業界的人士 他們的財民對度是非常假的 是 非常高 是 所以他們說 我到底台灣來投資有什麼用 因為台灣沒有一個優勢 讓他們投資的環境 沒有一個真正能夠讓他們投資的環境 因為我們自己內部裡面所矛盾出來的 就是說 也沒有環保單位 也沒有真正的環保的這個政策 也沒有這個經濟的這個 這個讓人家投資的這個大環境的這個 這個誘因 什麼誘因都沒有 也沒有減稅的誘因 沒有什麼誘因什麼都沒有 人家願意進來嗎 不願意進來嘛 所以你剛剛提的那些 那些國家那些地區裡面 到台灣投資只是一個 一個假象而已 設想 一個設想 一個假象 你可以說一個希望啦 不能說一個假象 不是一個假象 希望可以 希望 我也希望啊 可是 你是希望達不到嗎 不會不會 不會達不到 五委員我們會努力 我們會努力 為什麼我們有優勢 像昨天歐洲商會也講 台灣有很多的產業 是有優勢 這些產業為什麼他們 這些歐洲商會 為什麼要到台灣投資 而不去大陸 剛剛講的往南 這裡有 優勢的產業 你說這些產業 到台灣來投資 請問你 多少產業現在已經 進到台灣來投資的 我們今年的投資的金額 已經到現在 上半是 已經是一兆元了 那這個一兆元是多少呢 是比去年同期 我們是增加了40% 所以這個不見得是說 大家看得見說 哪一個重大的公司 可是是各地來的投資 有這些真的資金到位了嗎 有有 真的到位 所以我們今年 照理來講 照理來講 我們的私業率 就業機會應該會提高 對 所以我剛剛講 其實已經降低了三點多 我請教你 我請教你 因為你是圖委 你在整個 這個幕僚作業的規劃裡面 一照著投資在台灣裡面 他們投資的這個行業 大概是什麼行業 非常的分散 那就矛盾 不會啦 非常的分散 非常的分散 那就很矛盾 不會非常的分散 可是比較 對不起 沒有辦法 一個產業 真的要到台灣來投資 他們如果說不是很集中式的 而且他們這個產業很明朗化的話 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投資 所謂非常分散 是集中在我們那個 二十個新興產業裡面 其實各行各 二十項新興產業 都有人投資 說真的 在這個地方 我提到這一點 就是要告訴你 台灣現在真正的風險 在哪一個地方 你從香港跟這個大陸 我們的大陸 台灣對大陸的這個投資 我們幾乎是 把整個籃子都往大陸丟了 我們現在 剛剛你特別提到 我們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多少 不管說過去的民進黨什麼 他們的時代就已經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九 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地方講很客觀 希望你們也不要生氣 大家也不要生氣 民進黨的時候 那他說 不可能說對大陸的投資 我們這大陸的投資有百勁 70%的 不可能的事情 絕對沒有 那麽不確 在FDI 是七十 2005年就達到七十了 我要請教你 今天的這個台灣 在到大陸去投資的 這個百分比 我們的出口貿易 佔的多少 出口貿易對不對 我們去年,去年是48.3左右 48.7,48.7 是,韓香港嘛 對,我們韓香港、韓澳門 韓香港、韓澳門 那反正是48.7左右 那請問我們現在 今年預估還是差不多 我們經濟成長從負到二、三點幾 到負到這一個 負1.9 對,那我請問你 既然我們成長這麼高的時候 我們這些成長的這個方向 我們成長的這個貿易出口 是朝哪一個地方去 是,我們目前看起來 對大陸的 對大陸、韓香港的這個貿易 比重還是過高 以均衡來 那現在已經多少了 是,還是過高 現在還是四十幾 還沒有到五十 那不可能的事情啦 現在如果說 經濟成長七年是負的 我們今年12.53裡面 我們現在23點 吳委員 剛剛我特別報告 12.53裡面 八個百分點 是國內自己貢獻的 就是包括投資 因為投資大幅成長 所以帶動了成長 所以今年的12.53 和第一季的13.7 都主要是國內投資帶動 我們現在對大陸 我們對大陸的這個出口貿易裡面 增加了多少 對大陸出口 因為去年大幅衰退四十幾趴 所以今年這四十幾趴 又全部都回來了 那這個也矛盾啦 不矛盾 因為去年真的是對所有的投資 所有的貿易都是下滑的 我們跟大陸簽的ECFA已經開始在執行了對不對 還沒有 還沒有 是明年一月開始 這起碼農業都已經進氣了嘛 對農業都已經進氣了嘛 ECFA是要明年一月才開始 ECFA開始都已經在運作了嘛 那在運作的這種情況 那是在大陸的這一方面裡面 照理我們對大陸的這個貿易 應該會成長 出口的這個成長 會大陸會成長 還沒開始 我以為是 立法院九月二十九號才通過的 所以還沒開始 好 那我問你明年的成長會多少 明年 我們明年的 對大陸成長 對大陸成長 好 你說 不知道 因為不是管控的 沒有辦法看到 那看你 那請你看看 我們做一個經驗會的 你要看顏嘛 那也不是說 今天看今天的事 明天的事就不去看啦 你經濟 經濟委員會裡面 就是一個幕僚單位 要做計畫 那我請問你 我們在這三年裡邊 我們對大陸的出口貿易 會增加還是減少 我們目標是減少 目標比例是減少 目標減少有可能嗎 是 我想這個就是因此 我們為什麼要去別的地方做招商 很重要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我們進來的我們的出口貿易 包括貿易 我們出去的時候也介紹貿易 然後順便跟人家談這個 像新加坡談這個FTA的這個部分 我們對大陸的貿易是減少的話 比例 比例減少 比例減少 比例減少的話 那我們這個Ecova 千二Ecova這一點意義都沒有 不會 因為總金額我們對整個 全世界的貿易額都希望是增加 絕對金額希望是增加 可是比例希望不要過度集中某一個市場 今天我在這邊要哄勸一下 就是說過度的集中在大陸裡面 是這個貿易 是國家經濟的風險 風險存在 過度集中的話 是非常非常高的這個風險 過度集中是風險 風險太高 我在這地方請主席 允許一下 同意一下 很重要的 我說你叫都庚的部分 你說選了21個地方 做都庚計畫 我認為 我請教你 板橋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廉價的地區 都庚 是我們選21個嗎 各部分 我不知道 你這邊有寫滿的 行政院都庚 行政院的各部會合起來的都庚 那你就不應該寫在這個地方了 因為我們只是把各部會合起來 寫說一共有多少件 21件 你這樣不能這樣寫 你如果真的沒有參與的話 有有 我們是負責 我們是負責 這個總共的這個 各個都庚計畫 是我們這邊是 他放在投資項目裡面 你認為都庚 我現在在講 我這個也許跟你業務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請教你的專頁 如果說我們的政府 對一個實施都市重劃區 以一格格制的40點 到現在沒有這個開放 還是把人家卡在那個地方 但是我們的政府 竟然要進行 進圍 這個變更 他自己的土地 政府自己的土地 要來進圍變更 這樣對得起地方嗎 這樣的我們的這種政策 是對還是錯 我們政府可以做這樣的事嗎 可以做這樣子 侵害人民權利的事情嗎 吳委員 因為我不知道是在談 什麼個案 不過我想 任何侵害民 民間權利的事情 都不應該做吧 我們政府能夠進圍 變更自己的土地 可以先行蓋房子 而百姓的土地 把它閒置在那個地方 讓它還是憲建 有這種政府嗎 這個因為我不知道是哪個個案 所以我想我只能說 政府不應該侵害民間的權利 這種政府主要造成明驗 為什麼現在我們政府裡面 為什麼現在外線聲音那麼大 為什麼大家埋怨的聲音那麼大 結果政府一在的考慮 就是短力 太淺見 不能晃眼 你知道 不能晃眼看未來 看不見未來 這個部分是屬於內政一部 還是台北縣 在基層裡面 包括我們在國會裡面 都看不見我們政府的未來方向 到底是要走到什麼時候 什麼方向去 我們都看不到 我們只能夠看見未來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我們的政府是越來越糟糕 你知道嗎 我現在說在公文都公實在 我絕對不是說唐弄學 像這種政府 把人家獻建幾十年的土地 然後要 要繼續把人民的土地繼續獻建 然後自己的土地 靜微變更 而且容積率 自己的容積率達到240% 然後把人民的土地 才獻建 然後人民的土地的容積率才160 然後叫人家去辦你都更 我請問你五樓的房子 怎麼辦你都更嗎 160怎麼辦你都更嗎 陳明文當縣長 在那個地方 能辦能做嗎 做得到嗎 五樓家裡 五樓家裡 你創百六的農機 農機 農機 他能都更嗎 你是把那些人 劃平衝擊在那個地方 放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政府自己的自己的利益 自己自己要 我想委員 都更我認同 應該要有一個一致的規範 要讓人民感受到政府在照顧他們 要以人民的權利為權利 利益為利益 人家才會感受到政府的 你自己的土地先變更 你先去蓋了 蓋了以後說 我這個有預留下來 我的空地比例 我的這些工作設施 我先預留下來 然後你們自己的土地 你們自己再辦去 自己再進圍 你們自己再自行去辦 你這個都更 然後容積率160 這樣有理嗎 那政府的土地 你自己240 我們下面還有數十幾位再辦 做這種空間 我告訴你 我們在協調都更的這個案子的時候 會提醒大家要有一個一致的標準 不要欺民 要有一致的標準 然後要注意民眾的權利 不要誤民 誤民就會誤得自己 誤黨誤國 我跟你講 好謝謝吳委員